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落叫 什么人 还不躲开 你隆了还是瞎了 住手 果然是你 周莹 赵大人 你这是要责罚名副冒犯之罪吗 你就不想听我解释 你坐啊 我不敢跟赵大人平起平坐 赵大人 你平时不是都喊我大哥的吗 我大哥为人轻正 嫉恶如仇 绝不会和曾经诬陷我的人同流合污 看来 你是不打算认我这个大哥了 赵大人 要是没有事的话 明副先告辞了 是 亡我一直敬你 重你 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的人 我是哪样的人 未来荣华富贵 不顾正义 不顾廉耻 我若一心求荣 早几年就可平步青云 何必要等到现在 所有人骂我也就罢了 连你都不能相信我 你这衣服 你这顶带 还有你和杜明里的关系 竟然我怎么相信你 你以为我愿意 不愿意走啊 你们有腿吗 难道他们把刀架在你脖子上 逼你和他穿一条裤子 他们把刀架在你脖子上 你是什么时候投靠王爷的 在你背叛斩监后以后 你 你是为了我 王爷手下 武将多 商人多 文官少 在那个时候 我刚好送上文来 除了吴家的银子之外 王爷还多要了一样东西 你是为我牺牲 谈不上牺牲 不 你牺牲了你的清白 我从来就没有清白过 我之前静养的那些人 基本上和王爷和杜明里 没有什么区别 你牺牲了你的原则 我曾经坚持的那些原则 无非就是别人利用我的工具 还有你的梦想 澄清立志 国父民强 所谓澄清立志 无非就是当同法义的旗帜 所谓国父民强 也无非就是争抢地盘 中饱私囊的借口 其实我没有牺牲什么 我只是重新选择了一次 不 如果不是为了我 你还有其他的选择 没有什么其他的路 大哥 今天和他们这些人中选 一定很辛苦吧 正相反 我都明白 当我明白 什么这个阵营 那个阵营 都没有什么不同 只要进了这个人罡 就无疑幸免的时候 我就不再执着 不再那么痛苦 你知道吗 我现在帮王爷做事 可上心了 刘伟长阁职 李汉章 海阙 还有那位大人的时事 都是我的文章 王爷对我是非常欣赏 对不起大哥 我错怪你了 你刚才拿得对 我现在都非常厌恶我自己 但是我不后悔 因为我至少可以保护 我想保护的人 大哥 行了 别说我了 说说你吧 刚才你那样骂我 我倒觉得很欣慰 我突然觉得 那个横冲直撞 愣头愣脑的周莹 又回来了 你最近怎么样 大哥 我有儿子了 吴家中院的郁城 现在是我的儿子 改名叫怀仙了 那恭喜你啊 当了母亲之后 想法一下就不一样了 从前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想再走下去了 他现在有了怀仙 我就得鼓起劲来 带着他往前走 别送了 别送了 是我通知他 说你在这儿 有些话 他的心里已经憋了很久了 想亲自跟你说说 嫂子 我都不想再来 我都不想再来 不想再来 你怎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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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是不愿意原谅我 会有那么一天的 今天倒是老实 也没打被子 淳馨 我今天见到无意了 他 他想跟我说话 我扭头就走了 我这样做 是不是太绝情了 他对你做的事 那才叫绝 可我看见他难受的样子 我这心里也不好受 别理他 最好一辈子都不理他 我刚嫁给吴萍的时候 他也是个小女孩 现在我当娘了 他也快当娘了 是吗 他什么受伤啊 应该快了 陈希儿 你会做小孩的衣裳吗 我会 你教教我 你 阿姨 是吗 呃 最后 回去了 但我 现在就算了 他一辈子都不均说了 起来 看 回想了 心慌了气虚 刚好今天吴三位 到我们仁秀坛来作诊 我就叫人 把他接回来了 少奶奶脉戏如线 是典型的血须症候啊 那该怎么办呢 气血肩补 方为正道 若是平常的妇人 慢慢调养即可 可是少奶奶临产在即 若是身体血须胶质的话 怕有难产之忧啊 所以呢 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平时的饮食起居啊 也一定要多加注意 既然已经到了京阳 那就回戏院住吧 家里什么都有 一应俱全 你娘照顾你 也方便 他那时 有了 你要不要 我 我 我 太好了 这件号码 这些东西全放到桌子上 千万别磕了碰了 都是老爷特地给小姐准备的 还有 这个药 早晚各一副 三碗煎一碗 千万别弄错了 好 记住了 这些都是药材 把这些药材全放到仓库 一定要放到安排 安全的地方 知道吗 好 我一回来 有点没说什么吧 老爷没说什么 老爷让小姐安心调养 过两日她忙空了就来探望 娘 这是谁做的 这是嫂子做的 周莹 对呀 听淳雪说 她熬了好几个晚上 给你亲手缝制的 你喝的汤药里面的当归 你爹说在仁寿他拿 他说品相不好 他说品相不好 派人到甘肃的明县 给你买最好的当归 给你买最好的当归 你会选择 你会订阅吗 你会知道吧 你会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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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